剧掉经理的椅背 麦当劳之父雷·克罗克 在1920年代左右从事过许多工作 如在杂货店、药章店打工 在夜店当钢琴手 加入乐团 在舞厅当钢琴伴奏 担任骨架纪录员 纸杯推销员等 每个工作他都全力以赴 后来他成了一名奶昔搅拌机的业务员 而认识了麦当劳兄弟 52岁时取得麦当劳的专属经营权之后 以连锁加盟店的形式扩展到全世界 如今建立了企业界 欲为没有国界的麦当劳王国 麦当劳的第一家实验店的准备工作 相当辛苦 雷仍每天一早就开车到店里 帮忙开门前的准备工作 与清洁工一起打扫 拖地或扫厕所 雷不喜欢坐在办公室发好施令 把他60%以上的工作时间都用于走动管理 通过到各公司各部门进行实地考察 他会从中发现很多问题 然后及时加以解决 曾经有一个阶段 麦当劳公司面临严重的财务亏损 经过调查 雷发现是公司各部门经理的官僚主义作风 导致了这一场危机 他们习惯于舒舒服服地 躺在靠背椅上指手画脚 看不见问题的根源 把许多时间耗费在空谈和相互推诿上 雷为此寝食不安 他觉得扭转这种击毙 仅靠发几个老生常谈的公告 或者板着脸进行几次训话 是解决不了的 为了彻底清除经理们的堕态习气 雷想出了一个奇招 他向各地麦当劳快餐店发出一份紧急指示 把所有经理椅子被锯掉 立即执行 所有的人都疑惑不解 他们不知道总裁的用意何在 但面对严厉强硬的命令 经理们只好一张照办 他们坐在没有了靠背的椅子上 觉得十分不舒服 不得不经常站起来四处走动 中文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詞曲 李宗盛